2的C,C的话就是除了 特别注意,你可能看文字要看那个关键的地方,他说标题列 除纯格的文字,除了阅别 之外,所以这个不要 其他的 蓝位都靠右对齐,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标题列 那阅别在哪里,所以特别注意就是点进来之后 标题列就是这一列,所以上面是比较标题,标题列就这一列 那除了阅别,所以阅别不选 选化学品一直到电机产品 把这些选起来之后,做什么呢 靠右,他现在是靠左对齐,应该看得出来吧 他这条线在这里,基本上他们全部都是靠左对齐 那你要把它改成靠右对齐的话 其实就是先第一个选取他 第二个的话,版面配置 版面配置里面的话,就会有一个所谓的那个 靠右对齐了,从这边去靠右对齐 把它抵下去 OK,这样的话就靠右对齐 所以从哪里呢 第一个,特别注意选的话 选这个范围 再到表格工具的版面配置 把它靠右,这样就OK了 所以只要看懂题目,我想答案就出来了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什么呢 他要我们做 再下一个就是 调整栏宽 第一栏是三公分 其他就平均分配栏宽 所以第一栏,第一栏在这里 所以点这个,那你要怎么选取 他呢 特别注意,你要选的话要整栏选取 这一栏整栏选取 那要怎么设定 他的那个 宽度部分的话 你其实可以从什么,这边有个栏的宽度 宽度部分,那你选取他之后的话 把这一栏整个选取 这一栏 OK 然后再来的话 把它的宽度设为三公分 所以把 4.48 把它改成三公分 Enter一下 他就三公分 所以特别注意 选 选这一整栏 OK 然后呢 上方就有宽度设定 再来的话 就后面几栏 要平均分配 所以你就把后面几栏选取 再平均分配栏宽就可以 所以 第二步的话呢 把 后面几栏 就是整个选起来 然后呢 平均分配栏宽 按下去 他就全部 平均了 所以 后面我不知道几公分 不过平均完之后 发现 4.94 其实就是按照那个 他给的讯息 答案就出来了 其实平常工作也大概是这样子 Step by step 你只要不要做错 你做错的话麻烦 我看有些人都乱调 调的乱七八 歪七扭八 感觉就是没有受过训练的 所以有训练没训练 其实差别在这里 OK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 二就完成了 第三的话呢 编辑投影片二 所以关键的地方也是一样 投影片二 你要看懂哪一个投影片 的 哪一个东西 文字方块 OK 所以上面东西叫文字方块 显示的格式调一下 调哪哪些动作 字24 所以字的大小 然后呢 取消那个 换航 他自动换航 要把它取消掉 边界要两公分 两公分 不是 零公分 就是没有 没有边界 那这些功能怎么设定 第1个 投影片 2 在这里 没错 1 第2个的话呢 文字方块在哪 在这一个 其实就指这一个 那当然我是建议 游标尽量放在框框上面 不要点进去 点框框的话 指整个 的格式 整个格式要做什么呢 第1个他说字要变24 所以 如果你这边假设原来好像 我正好有改过 本来不是24的话 请你把 他的字改成24 你记得是从这边切过来常用 在常用里面的话 会有一个调整 字的大小 的功能 24 第2个的话呢 他要我们怎么样 把那个 换行取消 那换行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游标 我习惯是按右键 当然你也可以在格式里面 可以去点选 那个相关的样子 不过我觉得比较快的方法还是按右键 他右键之后的话呢 有一个是什么大小级位置 大小级位置里面的话 就会有一个文字方块 好像原来是 会自动换行 原来好像是这样的效果 就是 他会有那个 像这样的换行 那如果说你 不要让他自动换行 变成说你要 横向一条线的话 横向一列的话 那记得 滑鼠按右键 然后呢 大小级位置 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有个设定格式出来 我好像这个格式除了可以按右键之外 按 这边他如果没有出来的话 你也可以按一下这边吧 我记得好像这边也可以跳出来 不过他躲在哪里 躲在这里 OK大小的这个地方 当然如果你不要 记这个功能你按右键好像也一样 所以我习惯是按右键 右键会比较 好气一点 不然有的时候这个功能常常躲 比较不好找 右键 不过右键的时候你可能手不能抖一下 因为抖一下你会把那个 文字方块 我会移到旁边去大小级位置 然后把文字方块 底下这边有文字方块设定 把文字方块这个页面打开来 把什么呢 把那个 自动换行功能取消掉 取消之后你会发现本来没有取消是 两行 取消之后呢 它变成就一行 OK 然后把它关掉 这样就OK了 好像还有个功能 所以这边按右键 大小级位置 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它的左边界 有没有 所以这个打勾取消 另外的话 左边界记得把它改成 0公分 本来好像0.25把它改0公分 这样子就OK了 所以 这边按右键 跳出 右边的这个面板 找文字方块里面的这个要打勾取消 所以这个打勾取消 这边的话改成0公分 好了之后的话你会发现呢 它基本上已经跟什么 已经跟这个表格是对齐的状态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 框框 基本上跟表格是在一条线上 那表示你这个部分功能是OK了 所以这边 第三页就完成了 第四的话呢 就是 备忘稿 备忘稿在哪里 投影片2的备忘稿 其实上投影片2的备忘稿 一般备忘稿在下方 也就是说你的投影片 基本上 会在 这个区块 它的下方就是备忘稿 所以一般 这个备忘稿有时候是给那个 报告的人自己看的 不要给别人看到 有点像是那个大字报的那个效果 比如说你报告报告有些东西 假如忘记怎么办 你可以先非常放在备忘稿里面 然后你可以看 他说 请你在这个下方的备忘稿里面做什么 就是多加几个字吧 在文字 选了 的后面 补上 五项产品 选了 这个叙述有点怪怪的 选了在这里 应该 这个 后面加四个字 叫五项产品 所以你就自己打字 这个 这个后面就自己打 那个五项 产品 OK 这样就OK了 所以它的叙述是这样 其实我刚才揣摩了一下什么选了 后面要补 意思就是这样 你就补四个字上去 而且 数字要是扮行 不过理论上如果你没有打错的话 应该都扮行 那我们再来的话最后一个 把这一题讲完好了 那再来的话就是 图表里面 改为折线图 就是投影片三 的图表 我们来看一下投影片三 里面有个图表 点下去 那特别注意 你点的时候 一样点它一下 如果上方 请各位看一下 上方如果出现的是一个图表工具 表示它这个就是一个图表 那我们如果要针对这个图表 做变更图表 因为现在的话是 所谓的那个柱状图 而且是垂直的柱状图 那当然这个 这个地方的话呢 很难辨识说 不同产业的那个 不同的 整个状况 而且底下字 好像太小了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把它变更一下 那怎么变更 你会发现这图表工具里面 也会有设计跟格式 两个页面 那其中要变更图表在哪里呢 你会发现 图表样式 这个第1个 旁边有个什么 图表类型 他要我们做什么呢 变更图表 把它变更成 折线图 所以你可以找到这边有个变更 然后按下去之后 这边有折线图 请你把它改成折线图 这个就可以了 预设 当然折线图好几种了 你就选第1种就可以了 立体的 这有平面的 这个立体的 有点的 没点的 其实改成折线图 会不会比较OK呢 看一下 有没有办 因为我要统计这个海关的 出口贸易统计 所以如果你没 你用刚刚那个什么呢 直条图的话 这样看好像看不出哪个多哪个少 是看得出来 只是说看得比较辛苦 所以这一题其实主要就是你要用对的 图 来显示资料有时候会让你的报告会更加的清楚 所以你会发现 这高高低低马上看出差异了 有没有 所以折线图有时候 在统计多项多个项目 五个项目 的话会比较清楚一些些 所以请各位也许先把这边先做好了 后面当然还有 三题 不过可以先试做看看 比较难的是动画 画面先还给各位 动画就是说他要折线图 那套用样式12 所以这边的话 你可以找到那个样式 样式的话 其实就是在这边有个样式 你可以看到哪一个是样式12 样式13在这里 所以总共有13个样式 你就套用样式12就可以了 OK 这样的话我们就套用完毕了 接下来的话 就是 增加标题 并且把名称改成这样子 然后冒号是半形 并且移到左上角 怎么做 一我们要做标 标题目前没有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可以在旁边有个加号 按下去 这边就会出现 图表的标题 按下他 他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图表标题 第二个就是说 图表标题里面的字不对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要把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切到 投影片2 这边有个单位 冒号 E1 美 刚刚好 按Ctrl C 有标放进去之后 复制 然后再到这边怎么样 把它贴上就可以了 盖掉 OK 并且把它移到左上角 特别说移的时候 它会出现一条线 所以你可以移到左上角 尽量靠到左上角 反正它 推到不能推为止 就一定是左上角了 OK 所以这边的话 把它推过来 拉到这边放开 它就是左上角 那再来的话 我们完成之后的话 就 这个OK了 所以这边把它 增加一个标题 加号部分 再来的话 把全部的那个字形 换成 黑色 文字1 较浅 5% 全部都24 然后 这边的话怎么做呢 1 一样是游标 就是选这个 图表 记得游标不要放这里 放这个图表 2的话呢 在常用 里面把字 全部改成24 我们先改24好了 OK 本来13.3很小 字放大一点点 这样就 再来的话 字的颜色 他要什么 那个颜色是 5%是哪一个 5%是 这个 黑色 文字1 有没有 较浅 5% 所以 记得颜色部分的话 请你把它选择 这一个吧 这个 那这样就完成 所以 24 它的颜色 改这一个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颜色就全部变更了 当然未来如果你要做其他颜色变更 你自己再去变更 比如说这边 你其他颜色这边都有这么多颜色可以改 OK 好 那最后的话就做动画 所谓的动画是什么 他说 这个动画 可以按照类别慢慢显示出来 其实你会发现那个Office 2016 这个功能还蛮好用 就是你要 做那个简报的时候 那动画就先切到动画 动画里面的话有一个什么呢 他说要什么效果 动画里面要用那个 变更动画效果 然后呢 我们要怎么做呢 1 选项 效果选项 跟这样 这边的话呢 如果说 我们要按照那个图表的样式的话 动画里面 请记得 把那个隐藏功能打开 他右下角有个箭头 请你找到什么 找到图表的动画 他预设是整体 请你把它改成一类别 这样就OK了 所以基本上 关键就是切到动画 再切到哪里呢 这边有个箭头 关键在这里 图表的动画 把它改一类别 那有什么差异呢 按确定之后 其实他会 有个demo给各位看 有没有发现 他会一个一个的慢慢的显示出来 感觉 如果做一个 简报的话 会更加的让老板觉得说 你做的其实还蛮不错的 所以这个就有点像是 假设你今天 可能是 老板叫你说 你帮我 分析一下那个 海关进出口的那个统计 你做一个 简报帮我说明一下 你可能就是 至少你要有些什么 有个表 比如说 那个主要 每个月哪些东西是最 出口 哪些为主 你会发现 台湾哪些出口 是最多的呢 化学品 其实化学品 就像说那个 台硕 他其实那也是化学 机械 OK 那有些这些东西 图表的话 你可以把它画出来 他会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的慢慢出现 就是你 点一下 他就出现一下 点一下就出现一下 这样的话 感觉 你这个 这个 报表 相对起来 会比较让人家觉得 看得蛮清楚的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试着把那个刚刚我讲的部分 试着 把 这个 功能给做出 记得就是说那个 动画部分的话 他是在那个 箭头里面 所以你特别注意 投影片 然后 变更 一类别 并取消 图表背景动画